土培的封信子花谢后,掐掉花剑一直养着,听说花后养护达到8周左右,大概率明年会复花。 3月下旬开始每周都会瞧几眼,还特意找了一个阴凉的位置, 避免阳光直射,省得像郁金香那样提前退场,和其他种求花会相比。 封信子确实是花后坚持最长的,劳动节时除了个别夜间有晒黄外,基本还是绿的。 后来发现有个球烂了,怕感染其他健康的种球,只能拿到室内停止浇水,提前准备起球。 前两天看着状态差不多了,准备看看土培的种球什么样,野草的生命力就是强,这么干的土居然没受影响。 这盆一共四个种球,三个顺利开花,一个中途削包,削包那个就是提前来的那位,感觉比其他球就是要弱上几分。 一方松罗,我好像还是收到四个球,不赚不亏,一个小球都没有。 这三个都是健康的,最后那个是烂的。 鼻涕虫已经盯上中球了,不挖起来,肯定会被霍霍光。 烂的那个,底部少了一半,已经在散发独有的腐烂七位了,怪不得当初会多送一个球。 虽然是送的,还是在抢救下吧,靠会多军灵,量干再收起来。 如果最后还是不行,我也尽力了,种球也仔细清洗,烂掉的都抠掉了,希望明年还能顺利生长。 不过,有个疑问,为什么会没有小球?一个都没有,有点太奇怪了。 隔壁的大花葱,差不多的养护,却有一堆小球崽子,虽然我不想要这么多。 不过看种球大小,和买来时差不多,明年复化应该没问题。